智能手机系统Android在全球有几亿客户 但它们的个人资料存在外洩风险 英国剑桥大学近日发表报告 说Android手机即使恢复原厂设定 都不能够彻底清除所有资料 意味手机出售到二手市场之后 下一手用户仍然可以由手机内 拿到手机上一位主人的个人资料 研究人员在互联网救入多部二手手机 这批手机分别使用2.2至4.3版本的Android 来自五个不同的生产商 它们发现手机在回复原厂设定之后 仍然可以透过某些方法 复原原本所储存的资料